大家好 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 如何用外国的财经网站 来分析马来西亚的股票 首先我想介绍的就是Morlingstar 这个就是它的网址 我会示范一下如何用 如何用这个Morlingstar来找到我们需要的股票 然后再用它的财务数字来做些简单的分析 基本上呢 马来西亚的股票呢 多数都是用iTrade Investor 或者是用KL Screener 里面的App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Morlingstar或者是其他的外国的网站 它的财务数字其实会比马来西亚的更齐钱 弱点就是说 在外国网站你就会比较少看到一些本地无有的comment 或者是feedback 或是消息 但是在KL Screener 或者iTrade Investor里面呢 你就时常看到很多消息 很多人给你消息啊 很多comment 首先 首先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就可以在里面输入你想 输入你想search的股票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Toggrove 你就是谁出来的 因为这个是全球的 所以他把Toggrove全部的 在不同股票市场里面的股质都列出来的 当然对我们来说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 713 这个BVA呢 其实就是新加坡Toggrove的股价 所以这个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就看本地的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的财务数值 你在Double Click 这个Toggrove 背喊 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好 你现在看到的呢 其实我现在用的是免费版本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参加 你也是可以shop它的Premium 的Premium的account 这样里面呢 你就可以 他就给你有更多的information 你看到有些东西在盖住的 我们免费account呢 是不可以access的 这边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资料 我们一个个进去里面看看下 简单的 比如说 我要看一下这个 Price vs Fair Value 这个东西呢 就怎么说呢 你看到的话 你看到这边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 这个其实就是 你需要有Premium account才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介绍一下吧 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的去去去去去shop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不需要 但我们对我来说呢 我主要还是要看他的那个财务数字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东西 Return 这边是说 如果你是在 一个星期买之前买的 你就大概亏了 2.88% 如果是三个月前买的 你就亏了25% 一年前就39% 如果你是买了10年的 大概是每一年 你就大概是有26%的这个 这个也是五年的话 就是23% 这是给你的概念说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 你就有个概念了 你的Return是多少 而且呢 你也看到他有是跟那个Index compare 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 当然对我来说 我主要还是看 Financial 我们是Financial的最后还是去看吧 Valution 你按下去 你看很清楚的看到 过去 几年 啊 几年呢 2017年 5年的Average 跟Index comparison 里面呢 有所有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 财务 Financial Ratio 比如说PE啦 Cash Flow 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 对基本面 财务数字有研究的话 这些数字 对你来说是 是很有践出的 因为你就不需要 打开他的那个Quartelary Report 或者是Annual Report 来去计算 如果你说你想知道 他过去5年的PE是多少 你这边就有了 这边就是说 大概是32.79 啊 而Index呢 这边我不清楚 应该是指KLCI大概是15.18 然后现在的 这个是5年的Average 32.79 然后现在的大概是3.54 啊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你看到每年的 它的那个 PE Ratio是多少 这边 这边呢 它会给你一些 一些 Operation 就是说 它在营业方面的一些 一些KPI 比如说 Return on Assets Return on Equity 这些东西 Financial Levelage Cost Margin Cost Margin Operated Margin 因为你看到 那个Day Inventory Day Payable 的东西 Receable Cent Over 这些数字呢 都是直接从那个 台报 台报里面 直接算出来给你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 再另外找了 而且你看到 它的数字是因为 是5年嘛 5年 所以你就可以 这边比较一下 它的 过去的历史的 那个 Performance 是不是符合 它最 好用的呢 它是给你一个 叫5年的Average 5年的Average 所以就很容易的 叫Comparation 它有Index 详细的Comparation 我就不解释了 Dividend 也有在里面 所以一些 一些Dividend的 一些数字 也是在这边 Dividend 配合的东西 其实是 对基本面 分析来说 是很有用处的 ownership 这个东西呢 可能大家很有兴趣知道 这边呢 我也是在研究做 啊 你就看到它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ownership 而且最主要是说 它有funds 跟那个institution的 那个持股的 持股的那个 percentage holding是多少 而且它会给你买入 卖 而且这些concentration的 一些资料 比如说 我们来找一个来看一下 这个fund呢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这个外国的 那个美国的 那个一个fund来的 它现在就是大概有 0.94% 当然 这边呢 它也是给你说 它 31号的时候 它 actually它 买了 买入了 这个percentage 这些东西 所以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些是很多是卖的啊 也是买的 你就大概大概 呃 有个idea 是 它的 呃 那些基金啊 机构东西 他们的买入的状态 啊 而且有些是新的 你有啊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重要的是说 你要看着乐器啊 你不 所以你最少对我们来说 但是看越靠近的乐器就越好 我看到这边3月31号也是有啊 6月30号的也是有 所以其实是很 很 realtime 就说今天才是7月多嘛 在6月37 6月30号2021年的 一些performance 它也是有创在里面的 当然数字准不准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验证啊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很好的参考 嗯 简单的是说 不知道我是看institution的话 他也是给你一些 我们本地的一些一些 一些 基金啊 这他的 一些holding 很简单的啊 你看到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buying 跟sealing的东西 就是说近期买路 跟近期卖出的啊 基金跟机构 所以你也是看到这边 就是近期买路的是 这些基金机构 这是他的日期啊 这是percentage change 卖出也是有 好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大家去参考的 啊 卖出的资料 卖出的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到底现在是外资呢 还是说散户呢 是买路还是卖出这些东西吧 这东西就由自己去做工 是大家自己去做功课吧 现在呢 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financial 这个呢 对 啊 我来说啦 其实是个很有很不错的一个数字 啊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不同的一些 financial variation啊 这些东西吧 这东西你可以自己可以进去里面 找更多的资料来 来分析一下 啊 然后当然这边里面有一些更详细的 啊 五年的 五年里面的 这个strang嘛 一个level new operating income啦 这类东西 之前有朋友 有股友问我那个 cash flow嘛 cash flow这边也是有 啊 初期几年的cash flow 所以大概大概可以看到他的cash flow的状态 当然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 他 你才你其实是 你其实是可以 进一步的去深入一下 他这个income statement呢 balance sheet啊 跟cash flow里面详细的进行 比如说我要看income statement 我就点这个income statement 嗯 进去啦 你看一下 这些他是从2011年就开始嘛 但是这个只是premium account的人才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不看吧 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近期的 过去过去几年的 都已经觉得很足够了啊 然后这边 他你就会看到了 他的cost profit里面更详细的东西 cost profit level new cost profit all operating东西呢 全部都是有在里面的啊 你看一下很清楚的 所以你 如果你 把这东西导入进去你的accel表格 或者是说一些你的一些google shape 其实你是可以做自己的一些 financial analysis 做些formular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做个比较 画图之类的东西啊 看这些都是很 不错的东西啊 你知道大家可以看看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 资料都是很齐全的 这个是income statement 按照我说 我们要去看的是 这个 呃 balance 你看这边有个balance 跟cash flow 你可以选择 end row 跟quatterly 啊 当然我们直接用他的这个reporting的号码 比如说我比较注重的是看balance 我自己点这个这个 我自己看到了 他的一些过去五年的那些 啊 access啊 librity 这些东西嘛 啊 你们自己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cash flow 也是一样 啊 所以你看一下他已经把你的数字全部直接导入进去里面了 你就不需要自己来另外的一些另外的再去验证 当然我会鼓励你最后的最后呢 你才是需要去看他的end row report 你要来验证一下这些资料 因为这些资料呢最后也是从网站拿下来的啊 我们啊 还有些disclaimer 我们对我们的钱自己负责啊 所以你最好本身还是要另外自己在做功课 去做一些验证 啊 比如说这边就有很多cash flow的东西嘛 他就有在里面了 所以看得很清楚的 ok 呃 刚才讲啦 你可以选择quatterly的 也是可以看到 quatterly 过去五个贵度的资料也是在里面 这个是其中一个呃 台经网站外国的 是拿来是你可以拿来分析 当然才有其他很多的 比如说investing.com啦 呃 WSJ啦 然后是Bombay之类东西呢 也是有很多不错的类似的 呃 因为tradingview也是有 一些类似的一个 一个资料给你免费的去去参考 啊 免费的去参考 所以你就对你对你来说做功课 是对做基本面的功课 是一个很好用的参考 啊也会比较方便 啊 如果你对Excel spreadsheet 跟对那些做资料的东西 你也可以把这些资料 直接做进去你的那个Excel spreadsheet里面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啊 做些formular这类东西 你可以画chart啦 画画图啊这类东西 啊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我之前 呃 我有做一些powerpoint 啊 他就直接在Excel里面 做了之后 演算之后 直接把它导入去那powerpoint里面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分析啊 比较简单很多 嗯 OK 这次介绍就是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其他的网上的啊 你也在用作的 也欢迎你们在那个comment里面把 留下来 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rokrat